尖嘴钳的操作与保养 尖嘴钳的功能用途 尖嘴钳主要是用来夹持物品、弯线及整理电子元件接脚等工作 但也有尖嘴钳附有刀刃可用来剪断导线 电子专用的小型尖嘴钳在把手处相有弹簧或弹片 使用时可自动弹开 为了配合各种不同工作环境的使用 尖嘴钳其实还有各种不同的样子 有的是弯曲的,有的嘴比较长 比较特殊的是一种上面没有牙纹的尖嘴钳 这种钳子夹东西的两倍都是圆或平的 可以避免不小心把零件的表面夹伤 不过相对的,它夹持东西的能力也比较差 同时,如果你使力过大的话 还是会在零件表面产生压痕 电工专用的大型尖嘴钳一般具有刀刃 是为了辅助剪切和剥线用的 购买时要选择尖嘴钳端三分之一密合且咬合正 把手轴心旋转顺畅即可 尖嘴钳操作前注意事项 过粗的导线1.6mm以上 不宜使用尖嘴钳弯折或剪断 更不可以用来固定或旋转螺丝 尖嘴钳前前端之横向牙纹是用以夹持咬合物体避免滑脱 不可以用来作为搓销物品使用 尖长无压型尖嘴钳,尖嘴细长无法承受太大的作用力 过不可夹持太大的物品,且千万不可以用以旋转或固定螺丝 使用尖嘴钳时要注意使用场合 4-5寸较适合电子使用 6-9寸较适合水电、土木、机械使用 尖嘴钳的操作方法 1.整线 电路板布线用的裸铜线 必须拉成直线才易于使用 这时候就可以使用尖嘴钳或瓶口前夹住裸铜线的两端 双手是以适当的力道往外伸张 使其裸铜线成为直线 2.弯线 腕孔板的布线 当走线要转变方向时 可以使用尖嘴钳或弯嘴钳 先行将裸铜线转成直角 且转折处要在圆点的中心位置 转折处必须焊接 3.夹持和整角 夹持和整角时力量要适中 避免用力过大 造成圆件或物品伤害 尖嘴钳的保养与维护 尖嘴钳握把轴心要能灵活旋转 平常应注意其润滑 长期不使用时要抹上防锈油保护 使用后或使用时 尖型夹具避免重衰或翘雾 产生变形而无法使用 且两端夹具尖锐易伤人 应小心收藏及正确使用